大家好,我是小妈 今天的晚餐做的是最爱吃的剁椒鱼头 买了一整条的熊鱼 大概两斤多,17块5 鱼头和鱼身分开 加上一点盐,生姜,米酒 泥里外外都涂抹均匀 只要天气一冷 我就会买鱼,然后做鱼火锅 我今天用的是砂锅 因为现在的话呢,如果是蒸的话呢 上桌就容易冷的哈 下面垫一点洋葱,鱼身也是一样的腌法 然后这边先来炒一个剁椒酱 放上蒜末,姜末,一点小米辣豆豉 先爆香,再下入剁辣椒 再次翻炒均匀 炒香呢,淋上一点生抽 或者是蒸鱼尺油 加上一点点清水,给它们翻炒均匀 这个酱汁就可以浇在鱼头上面了 如果你上过蒸也是一样的做法哈 然后就用小火慢慢的焗10分钟左右 然后这边的鱼身的话呢 把水分擦干 放到油锅里面稍微煎香 翻面以后就下入一点生姜 大蒜片 你入开水,这样煮出来的鱼汤 就是这种奶白色 你可以盖再煮一会儿 然后调味就放一点胡椒粉 食用盐 有鱼汤就少不了豆腐 切成块加进去 再下一点这种青红辣椒不辣的 紫酥 稍微煮一会儿就放到火锅里面了 鱼汤火锅就搞定了 这边剁椒鱼头也焖好了 撒一点葱花 端上桌都还是这种热乎乎的 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 今天的一鱼两次供大家参考 然后我们买了一点这种就是鱼心炒 两拌菜 吃火锅少不了的 简厉又清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热乎乎的 我先开吃啦 我们明天再见